大家好,我徐小冬,20222224年6月24号吧 我在做这个咖啡的视频,我还得说 擦的妈的,哎呀,都听我骂人了 但是你们他妈仔细听我说话 这是一个微信好友,给我发的这个很长的视频 很长的话,还有呢,我给大家念出来 之后,没明白的,我他妈再说一遍 能他妈明白拉倒,不明白垃圾吧,擦 开始 东哥,您这期咖啡店的视频 观点我百分之百赞同 当时看到这个,我就很气愤 尤其是网上很多人说男店员打得好 其实女客女顾客自始始终 没有过激行为 他有投诉的权利 同样,店员也有拒绝服务的权利 最严重说一句,我拒绝给你服务 给您服务,请您离开 但他没有骂人 抢手机,袭击顾客的权利 也就是说这男的又骂人,又抢手机,又袭击顾客 好多网友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法律的常识 他们认为店员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崩溃 店员那么低声下次的跪下来 要么就得崩溃,跟人对打对骂 这种完全两个极端的做事方式是错的 还有些人想凭借此事 发泄自己的怨气和不平衡 压榨员工的源头是老板 这件事反映出这家公司的运营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应该倒逼公司去改革 而不能把矛盾转移 感谢您这期视频 没有人发声会给社会开一个特别不好的头 某些人认为可以这样针对职场 我也在网上留言 针对一些断章取义 说打得好的实在气氛 我的回复 来 我是做服务的 我说话非常有趣 就是做服务开门做生意 就得人一人一些 就得吃点亏 在嘴上 哪怕在这个身心上 你开门做买卖 你就是服务行人 何况那女的没有任何骂人 这男的先骂的 女的在公共场合下拍摄 没有任何问题 男的来抢就不对 所以我他妈纳闷 很多人跟我提巴争这个 他说那你都没什么事 我就说 我一看你们就不做买卖 感谢啊 感谢 这什么 感谢您 我就不装名的了 这个错 错在他们的公司运营 和员工的培训 还要给员工莫大的压力 他不能转接到老百姓 转接到客人身上 哎呀 您这么说话 我他妈的太听了 完了 我把这个 我截图 我留下来啊 今天晚上做视频 我得 我得引用您的 接着说啊 我观点和您一样 但不敢说 早就知道 说了也会这种结果 好多人 好多人没法聊 一说观点 他们就会说 你不尊重服务人员 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但这不是一个占A或占B的问题 归根结底 问题出在公司 公司想赚钱 节省成本 让成功 让员工承受了不该承受的成本 公司是否愿意增加人手或设备 改善服务流程 运营管理 这才是解决问题 没有顾客了 服务人员得面临降薪 甚至是失业 好多人好像是 希望借着此事出出气 甚至说打得好 这是令我气愤的 如果谁对社会有什么不满 不妨直接说 不要借着别人的事说 带入这么多 就没法就是论事了 很多人想聊的 其实是工作环境 和人权问题 此事恰好可以倒逼企业去改革 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搞错了对象 您消消气 感谢您的直言 拜托请别念我的名字 好吧 不念不念 好了 我基本再说一遍 服务行业 你本身就应该卑微一些 真的 没有不说平等 这是做人都平等 但是你服务行业 来了您 您好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住 没问题 先开始男的服务员 可以 但是我说了 他激化矛盾的最关键一点 就是客人辛辛苦 等了半天了 最后他来就 我给您退了好吗 你可以一直道歉 这个女的在旁边 逼逼叨叨叨 逼逼叨叨 你身为副人员 这女的对你逼逼叨叨 没有辱骂你 没有辱骂你 没有其他过激行为 你就应该不要提高这个激烈程度和档次 你直接不做声 做你的东西就完了 我做东西别打扰我 做东西别打扰我 完了之后 我给你退了好吗 人家辛苦等半天了 还有居然一个网友 我操 我真想骂呀 来一个东哥 那个是社会底层 他们不尊敬社会底层 这个女的买飞机票 做飞机买了买开发 一看就是强者 我抢你妈了 逼买飞机票 做飞机就强者 你吃多了 你他妈以为你还生活在 他妈的奴隶之社会呢 谁他妈没怎么做过飞机 我操我真不想到 操你妈的 这跟飞机强不强者 没关系 看我的视频呢 你说的他妈就是你 操 别跟我这微信 再逼逼逼 我够给你面子了 还他妈的 哎呦我操 抢你妈了 逼 咱们继续啊 稳住 做服务行业 就应该谦卑一点 不要激化矛盾 所以这男的第一激化矛盾 就是我给你退了吧 人家等半天了 都没办法做好 给你退了吧 给你退 退你妈 操你妈呀 我就骂上了 这女的已经够好脾气了 紧接着这女的要投诉 没毛病 就可以投诉 这男的不告诉 也没事 没问题 我不告诉你 行 都行 但是这女的拿着手机 在她的公共场所 可没有进你咖啡店 外头就拍摄 这是他妈合法了 合不贵的 妈了逼你们 他妈的跟我聊这 你妈了逼我身边全是警察律师朋友 我他妈不知道 你们牛逼 你们说呀 吵一个个了 普世祥普律师 牛逼吗 你问问他去 妈了逼你们这帮傻逼 懂不懂法呀 我徐老东不明白 但我牛逼有牛逼的人 紧接着 人家在工厂 我合理的拍摄 为什么 他的诉求就是给你投诉 他没有说 我拿这个视频 我发到网上恶意的诋毁你 完了 我买卖挣我的钱 没有 人家要投诉 这个男店员 他在店内直接把对方的手机 奖过来 这叫涉嫌抢夺 这你妈必须涉嫌违法的 懂吗 之后 这女的说过激的话了吗 他只是说了严重的 说话严重点的话 但是他没有骂滚 没有说老女人 嫁不出去 滚你妈的 这他们是男店员说的 你们他妈的过不好的生活 别以为能让男店员过出了气 你们就爽 错 你们都是loser 他有你妈的 出门走过来找 男店员应该找他妈公司算账去 找他领导算账去了 谁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谁给你这么点的工资 工资 人家说 他就这么点的钱 可怜 你还被人骂 谁让他做了 谁让他做了 他可以不当这个店员 不拿这五千块钱 没人逼他 所以我捉暴听点 你们指责这个男店员 你们指责这个女士 说这个女士过急了 男店员骂的对的 都是傻逼 或者是呆逼 服务行业 你们仔细的看这视频 这女的 这时候骂过一个脏字吗 骂的滚 臭你妈混蛋 没人买 没人嫁的 劳逼女人 是不是谁说的 你们自己看 首先这个男的说 你不要开飞 我就给你取消 这就是计划脑顿 第二 抢了手机 第二次计划 第三次骂滚 这就更加激婚 跟你妈了 逼哥我 操你妈 找大嘴巴删了 知道吗 我知道删哪 少赔钱 臭你妈 我也得解气 这女的已经够能忍的了 确实是女的 最后的视频 男的抢了他手机 女的踹了他 对吗 活逼该 你凭什么抢人家手机啊 懂吗 什么肖像权 放屁 傻逼们 傻逼们 什么基本肖像权 人女的 拿着这个视频 去投诉 这不涉及违反肖像权 人女的拿着视频 恶意的更改 断章取义 恶意的添加 之后发在网上 谋取暴力 或者造谣 货重 这个叫违法 可以是负责民事责任 这个男店员可以去起诉 仅此而已 但这女的姿势之中 没有过分 很简单 就是他妈的服务的问题 那么 谁的错 是他们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 压榨员工 你妈的逼你找公司去啊 你他妈找他们员工干嘛呀 那这公司会说 好你妈的 我们他妈交了税 拿着补税 好几个惨的 谁他妈找你啊 我入税务去 找他们 谁下的规定 你他妈找谁去啊 怂逼 所以在网上 都支持这男店员 真你妈逼 怂逼 你们支持错了 你们应该支持这男店员 倒挂 找他妈的公司去 找他妈他妈的 给他定制 非法律 定制这个制度的人去 你他妈找人家 女店 女的顾客干嘛呀 赶飞行人 不是说了吗 你说好的 七八分钟 现在都十分钟了 怎么了 大早上起来 喝杯啪啤酒上班去 大有人在 哎呀我操你妈的 一些傻逼 往小锅逼逼 逼你妈的逼 我操你妈 就得骂 记住了啊 我孝东就在操去 但我说的就是对 哎 不同意 没关系 操你妈 我没 给我的智商 就到这儿了 给你解释完了 哎 他妈怎么着 我再说一遍 女的有不对吗 有 是小部分 可以负次要责任 主要责任 就在这个店员 往根了刷 就在这个公司的 规章制度 和培训的制度 懂了吗 跟那个女顾客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记住这句话 就是 人你们等了好久东西 就催了几下 那个男的马上就说 那就给你取消吧 你妈了 比你说取消 你完了 你天天在这工作 我们这排了半天队 就他们取消了吗 你们他们怎么想的 还有 我孝东就干服务行业了 你们认为我都错了 牛逼你们去传款找我 你看我怎么给我们 那帮会员服务的 你们看我怎么服务的 知道吗 今天几个小伙子 我们训练 小伙子练习 我们做拍剑打剑 小伙子给我俩嘴巴 我笑咪咪的 哎呀 小伙子打着我脸了 不应该不应该要打尖 要再打我脸的话 你要做几个俯卧生 我是这样 啪 抽我嘴巴 但人家也确实不成心的 那我就提醒吧 但又一次 我还是笑咪咪的 我开门做生意 知道吗 行了 说到这儿 这是你妈的 咖啡 不挂嘎 去你妈绝配 信我徐晓东 想喝咖啡的 买就行了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后面还有广告 买 我推荐的就好东西 东哥推荐了好的茶叶 好的酒 这次东哥继续推荐好的咖啡 最新鲜的咖啡豆 最新鲜的烘焙手艺 烘焙书 目前国内 性价比最高 品质最好的咖啡 大家可以扫码 相信我 东哥推荐的酒 几十块钱的价格 酱香纹粮 最标的是五六百块钱的白酒 我们就卖几十块钱 最真心实意的口粮酒 这东应啊 最牛的就是节饮 还有物化的调节 各种各样口味 大家可以选 我这个茶叶就二三百块钱 最标的是上千块钱 大家信我 可以动 旁客庄 手拆西瓜 我也推荐给大家 我的夏天 就靠这西瓜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